远学东,近日,东方元林董事长贺桥,女子一席话引发一段关注,当他面对央行行长一刚时,他直言不讳,现在民营企业太难了,如果一行长给我批准一个银行,我一定拯救那些企业于血泊之中。 一个一个的就,全场哄堂大笑,一个在失业领域做得很成功的企业家,能否真正做好一家银行,并且能够拯救民营企业? 本文并不想讨论,想要探讨的是,为什么民营企业办银行如此之难?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由于经济下滑趋势严重,尤其是民营企业经营持续困难,过去两年的去杠杆,供给策改革。 结果是国有企业得到了全息机会,但是民营企业境况并未转变,尤其是税费高企,融资成本过高,金融服务太差,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重重,已经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。 金融监管高层应在喊话,要金融机构降低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,从金融服务方面提供便利,民营中小企业金融供给不足,融资成本过高。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,以建计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下,国有大型银行占据主体地位。 大型银行从根子上倾向于服务大型企业,有限的金融资源得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了大型企业。 由于中小企业风险较高,抵押能力不强,金融服务成本过高,中小企业在金融服务普遍受到歧视。 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,之一是成立民营银行,专门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。 自2014年民营银行的试点已经开始,但是除了个别互联网巨头成立的民营银行,由于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和巨大流量。 经营可谓可圈可点之外,其他的民营银行举步维艰,因此去年以来此前纷纷永远申请,市立民营银行的名字已经逐渐望而却步。 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经营模式是赚取稀差,那就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这底成本的负债存款,然后才能创造资产,进行贷款,利用稀差赚钱。 但这目前已经成为民营银行难以逾越的一道件,由于民营银行在总行所在城市仅可设一家营业部,不跨区域,这样就很难大规模吸收存款。 许多民营银行的负债主要依赖股东资金和同业负债。 民营银行成立后,大家都纷纷跟其他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,其实就是同业的资金。 2017年年底,腾讯旗下的微重银行负债合计733.72亿元,其中其收存款53.36亿元,占总负债的7.27%, 同业及其的金融机构存放款项452.13亿元,占总负债的61.62%,但是监管的规定是,规定同业负债,不得超过银行负债总额的三分之一。 这个规定让同业负债过高的民营银行经营雄额味觉,没有稳固的低成本存款。 即使如微重银行者,其经营规模也难以做大,其他规模更小的民营银行存款更加可怜。 去年全年,有三家民营银行的存款数据是,民商银行在2017年,吸收个人存款6.98亿元,上海华瑞银行和三乡银行, 在2017年吸收个人存款分别为0.68亿元和0.33亿元。 这些存款居来自于员工个人家庭和亲戚朋友。 大多数民营银行主要是跟股东以及关联企业做交易。 大多数民营银行也想依赖互联网开展建物,但是远程开户的问题又不能解决。 线下网点复之缺逐,谈进一步扩展规模就是一句空话。 从民营银行四年的视点来看,想要依靠他们来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。 显然不现实,问题的根本还是如何认识风险的问题。 尽管严格的本意是审慎经营,预防发生金融风险。 但是金融就是依靠风险赚钱,捆绑死了,风险是没有了。 但是业务也没有了,白白浪费了时间, 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弥补。 以互联网金融为例,这几年发展得蓬蓬勃勃,其中也出现了很多风险。 经过监管的治理,目前已经逐渐稳定。 这中间,谁也不能否认互联网金融, 为中小企业融资,为个人消费所做出的探索和贡献。 一个是空得过此的监管实践,一个是放得过中的金融探索。 得时之间,自由公论,彼此想要说的是, 放手让民营企业,自己去探索银行新模式。 在此过程中,监管必须持续跟进, 在风险和收益之间权衡, 量哈相全取其轻,完全没有风险的监管思路, 肯定是需要调整的。 多批几家民营银行也无妨, 放开手脚让他们去探索也无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